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7年5月24日金与斌的经纪公司就对外发表声明称 金与斌被医生确诊患上鼻炎癌 不过幸运的是病情发现很早 所以一切配合医院治疗之后就开始住院接受药物和放射治疗 停下了所有的工作 在今年初金与斌亲手写下了一封信 给关心他的朋友们 信件非常感人 他最后也向自己的粉丝们承诺 一定会在某一天若无其事的 再次健康地问候大家 大家看着坚强的金与斌经不住泪奔 在住院期间 金与斌接受了许多化疗 暴瘦二十斤 在精神和身体双重折磨的时候 所有的朋友都为他加油 而最让人感动的是他的女友申敏儿 也停下了所有工作陪伴左右 据报道 金与斌和申敏儿是通过拍摄广告拍摄相识 在2015年5月 两人开始正式交往 于7月22日 金与斌与申敏儿向所有关心他们的粉丝公布恋情 得到了粉丝们的祝福 申敏儿比金与斌大四岁 两人在一起非常般配 感情也十分稳定 申敏儿也是韩国天然美女 和阳光帅气的金与斌CP感十足 公布恋情后 又成了娱乐圈一对洋眼的情侣 近日 申敏儿开始揭拍电影 已经复出 于是媒体猜测金与斌的病情肯定是有好转 于是纷纷询问近况 SIXT表示 金与斌这部分现在很难说 因为癌症这样的病 就算结束了治疗 到康复还是需要好一段时间 还请大家耐心等候 他会带着好消息回来的 金与斌在《继承者们》里面饰演了二号走红 单眼皮高个子典型的韩国美男子 在任意依恋里面扮演一位癌症明星 没有想到拍完这部电视剧后 自己却也患上了癌症 大家都非常想念这个大男孩 希望他早日康复